国际兴兴典开办了后 做好未就的社区试团 让他们都可以在中到时吃个饭 不过有的试团因为身体 也是环境的关系 无法出门去用餐 在最南京的安置处 就有一位送饭的寄账 王总盛 每天无论是好听 还是落后 都会拿试团送饭送到处 中间的老大人 当作是跟自己的试团 同样来友好 这也会吃到爱心便当的老大人 都感觉很大心 虽然落到大后 站在路上处得辛苦 但是这位来祖祖南兄 和自己家的送饭这天 王总盛 由完跟其他在地 是大人送到道等 每一个受到他爱心便当的老大人 都感觉非常大心 每天来送饭 感受很高兴 送四年多 你有感觉每天来 嗯嗯 你的感觉如何 真好 感觉真好 这人真好 对人真好 对人真好 还有内蒙 我每天看到他很高兴 自开门中西市当以来 做后了这么多社区中博 但是有的市大人 因为身体关系不方便出门 王总盛 从在地中博都做自己的市大人看待 无论风吹立洞 都带他们送便当 上官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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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從小跟大漢都住在這裡 世大人都走 現在就漢字山下 在中壁 當中跟我的世大人 跟服務聚員 來送便當給他們吃 那是個月都沒什麼 都跟他住在那裡 我去了 我比較不敢 當中我跟他世大人 每天都送飯給他們吃 我想我問你身體有勇敢嗎 有健康嗎 為了完成送便當的任務 翁仲先生自發創意 親手做出一個拿手 每天將愛心便當 正在手裡面 才應而送到中壁的手中 這個手味又用心的激動 也讓大家感到很感動 大家看到翁仲誠 心情辦法要抵便當 親手自己去頂這家 那點修理的時候 也非常好笑 我也很感謝 翁仲先生用自己的理論 經常幫助世大人 對他來說 並不是一件的工作 只是一個關心親人的機動 他也希望 有了他的關懷 可以讓社區的中壁 都感受到社會 對 太陽的電視 大延遲 是